你甚至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什么 写成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把刚刚那段程式 直接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去做 本来是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 OK 然后我把它贴过来 可是问题是你还是要需要改什么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是类别方法 是我们现在这个class的类别方法 那类别方法上个礼拜讲过 那它有return值 return值就会return一个int 所以return一个int的话 基本上就丢给它 它刚刚好 这里面是这个 mencer这个方法的名称叫做checkrendon 这个自己取的啦 你可以取其他名称 我想到是checkrendon 就是检查一下 这个rendon到底有没有重复 那我就把它塞在哪边 塞到下面这边 OK 所以这一段 那它有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A嘛 把A return回来 然后又丢到这边 就丢给它 OK 所以基本上 的写法啦 就是我们上 上个礼拜 那个第三个 有没有 一二三嘛 void嘛 没有回传值 然后void有回 有引入值 然后再一个return 有return值 OK 所以三阶段 这个是第三阶段 那未来这种东西 出现的几率 其实导致蛮高的 我讲过啦 如果你可能会重复被使用到的那个部分 你就有必要写成类别方法 有重复的需要啦 OK 但是说真的啦 公写这个东西 对一般来说还是偏难的啦 OK 你刚刚东西会做得出来 但是这个不见得做得出来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啦 功力够的同学可以试试看 也许我们这个地方 是一个checkrendon 然后呢 我丢给他一个 因为我要知道说 他现在i的位置 丢给他一个i 那i丢过来之后 他接到了 所以这边有个引入值 引入到这边 对不对 那这个i的话呢 因为我必须放到哪边呢 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来用 因为我这边需要一个i 所以引入值 是需要有一个i OK 这个流程 那所以怎么见 第一个请特别注意 在那个 我们的man的大瓜糊 后面的后瓜糊 的下方 enter一下 应该还记得啦 然后 我见了一个 就是static 这个static是静态的 实际上 讲起来就是 它是一个类别 这个属于 这个类别的静态方法 那因为如果说 你没有加一个static 它不是静态的 它不会是类别 所以 呼叫的话 会呼叫不到 那加了static之后 等于是放在什么 痊愈的地方 静态的 大家都可以抓得到 OK 所以加一个static 如果不加static 呼叫不到 OK 一定要加一个static 它才会是一个类别的方法 类别的方法 OK 然后呢 引入值的话 我有一个int 一个i 对不对 那它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需要一个i 知道说 它现在 产生的是第几个 OK 那进来之后的话 中间这一段都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中间这一段 我没有做什么修改 我只有把那个999 999 本来42改成999 OK 所以未来 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数字 也变动的话 你也可以再引入一个 看看你是要多少 如果是42 你就丢42 如果你是要丢999 你就丢999 不过这个地方 不用那么复杂 我们就引入一个i 就可以了 然后跑这一段一模一样 应该没什么不一样 那只是说呢 跑完之后 确定了 确定什么 确定没有重复了 对不对 它就把这个return回来 Return一个a 对不对 a的话呢 它就return Return给谁 它会return给 这一个方法本身 叫做check random 返环是一个int 所以它返环回来 就会返环到哪里 返环到这里 所以那个a哦 就是说 跑出来一个没有重复的 一个乱数之后 再回到这边 那它就怎么样 再把这个值 丢给这个阵列 做存放 应该可以懂 那个我的 我画的这个 我的思路 所以 那就是照这样的方式 把它写出来 所以基本上 写作的方法就是 一 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方法 名称 它的名称一定叫做static 有回传值int 名称是叫check random 这个名称字取 那我会希望知道有个引入值i 那这个i的话是一个int ok 然后大瓜糊 这样子 结构第一步 对不对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我们中间的程式 这个程式实际上就是101里面这一段 直接control c control v 贴上 贴上之后呢 因为我是产生1到999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 就是把那个999 42改成999 最后多一个叙述 return 因为你这边是int 如果是void 就不用return void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有个void方法 如果是void的话 那就是没有回传值 就不用管了 反正跑完 可是我们需要回传 回传什么 回传那个产生的乱数 给正列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回传 回传一个int ok return a就可以了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 其他就return 再来还有一个地方 我改了另外一个地方 第二个是说呢 我们原来的变数 有没有 我们原来的变数 有一个是 那个就是正列 n 跟它的那个size 那特别注意 原来这个变数的位置 是放在 放在哪里 放在这下面 原来的位置 是放在这个size 我本来是宣告在这里 intsize 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宣告在这里的话 这一个intsize 它的有效范围 也就是说呢 有效范围是在man 这个瓜糊 到它的扣瓜糊 为止 这个就是所谓 这个size 如果你宣告在这里的话 它叫做区域变数 区域变数的有效范围 生命周期 会随着man的开始而开始 随着它的结束而结束 ok 而且呢 其他的方法是引用不到的 有没有 所以我如果我要去存取 假设我宣告在这里的话 诶 那我这个方法 是不能够去存取它的 存取不到的话 那我不就是会有问题了 除非你再设一个引述 如果引来引去 太麻烦 干脆怎么样 我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共用区里面 反正大家都可以存取 大家都可以存取的地方 记得哦 是要放在上面 man 就是这个类别的瓜糊的下方 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痊愈的 痊愈是大家都可以存取得到 而且它是类别 类别里面的那个类别方法 所以你要配的话 一定也要是 就是静态的一个 int ok 一定也要是静态 如果你不是静态的话 它也抓不到 加一个static 反正就是类别方法 global的 大家都可以存取得到 所以这个记忆体配置 要特别注意 就把拿那个size跟n n这个地方 直接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类别的下方 它们生命周期呢 也就会随着类别开始 类别结束 而不是放在man里面 ok 然后呢 前面加个static 主要是 我把它放在global 类别里面 反正我也可以抓得到 所以如果你少加了一个static的话 它就抓不到了 因为它不在global 它在它个别的 在个物件里面 那物件里面 在你家里面我拿不到 那你就放一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拿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到 你就加一个static ok 所以一般 因为坊间的书籍 跟网路讲static 都讲的不是很清楚 那你就简单这样讲 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静态的一个共用区 这个当然你就可以解释成 如果下面那个方法 static拿掉 这个吗 static拿掉 如果你下面 如果static 可是问题 它是static 它是static 所以 因为它要呼叫它 你们可以改改看 也许 理论上 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在 类别里面 所以干脆都全部用static 用类别方法 会比较没问题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第三段 那这个是配合上个礼拜 那个类别方法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们要复习的话 不外乎就是把那个我们的影片 重新再抓出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 在书里面或者讲义 讲义里面的第六章吧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第六 跟这一样 第五章 类别方法 所以类别方法的部分 可以稍微再复习 因为它 道理很简单的 主要是简化那个流程 因为如果你类别方法做完之后 以后你呼叫 就只要这样一行就好了 ok 那这个类别方法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写的 当然同学会问到说 是不是讲书里面有没有一个类别方法 别的类别 有 当然有就直接用 但如果没有 那就直接自己写了 大概原理是这样 等一下 我也会把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实在是 应该算有点难度了 ok 画面先玩给各位一下 那等等 我也会把它 再贴到那个我的云端上面 那我这一段程式码就是103 1-3 也许我就把它分一段一段的 那会多一个就所谓的那个 类别方法 那这个类别方法是有回传值的类别方法